在当地人的指引下 味道调查员找到了一位选羊的高手 就在这儿 这种选羊的羊不是 它的那个肉的膳味会很重对不对 不不不 因为我们羊的那个鲜料是特别讲究 羊吃的就是我们在隔壁滩上的草 那个草就是寒碱 羊吃的那个草就是没有膳味 羊肉的膳味主要来自肉里的体脂脂肪酸 它的含量越高 膳味越重 而和田当地戈壁滩上的草料含碱 羊吃了这些草 酸碱中和 体脂脂肪酸的含量大大降低 羊肉自然就不膳了 带着对沙漠盛宴的无限期待 味道调查员来到了和田的戈壁滩上 这么多人 就是平时你们都是这样 就是找一块沙漠 对对对 我第一次见这样的场面 尽管做足了心理准备 这场沙漠盛宴 豪气程度还是大大超出了 味道调查员的预期 这已经差不多快跟我一样高了 直接穿吗 对呀 直接穿 你看就这样穿的 但是我看是有搭配的好像 对对对 你看现在这个姑娘在穿的 这个是羊肝对吧 对对对 对 然后是肉 然后下一步该油了对不对 你看排骨也有 一串里面其实吃到了羊的各个部位 然后各种口感 对对对 这种快一人高的巨型肉串 绝对是宴席上的主角 而能串起这样大块美味的 也只能是红柳树枝了 如此热烈的氛围 让味道调查员也越越浓示起来 我帮你烤 我要自己来 走 烤起来 来 把这串也放上 用砖块搭起的临时烤架 成了艾力的天然厨房 户外烧烤也是沙漠居民们 最原始的烤肉方式之一 艾力告诉味道调查员 制作这种肉串 最好在空旷的沙漠之中 不仅有利于防火 更能享受到羊肉的原汁原味 我刚才还没来得及 让艾力介绍呢 旁边这位美女是谁啊 那是我老婆 你老婆 我的烤肉吃 爱上我 吃你的烤肉爱上你 对对对 第一次吃就爱上她了吗 是真的吗 她骗人的吧 吹牛的 是真的 这烤肉得好吃到什么地步啊 在火焰的制烤下 油脂慢慢融化 浸透了每一块羊肉 在炭火的作用下 肉串上的脂肪逐渐收缩 一滴滴油脂 迸发出愉悦的响声 最终产物就是紧实的肉质 和扑鼻的香气 以及宁人的味道 我先尝一尝 你们先拿着吃吧 原汁原味 就是羊肉的香味 对对对的 谢谢 那您一定要赏 是的 对 谢谢 真的